日本与菲律宾星期六同意在地区紧张局势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 考虑进一步扩大防暴合作 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在东京举行的会议 是美国主要盟友之间的二加二形式首次会议 日本外相林芳正在会后表示 两国将会考虑加强合作活动以后共享物质 东京及马尼拉一直与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行为有挣扎 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以及北海的导弹试验也引起了双方的共同关注 日本与菲律宾在2015年1月签署了一项旨在建立更加紧密防务关系的协议 自该个时候以来双方已经进行了近20次的联合海军演习 2021年两国还举行了联合空军演习 日本还向菲律宾移交了可能有助于菲律宾家庭向南中国海长的国防及技术设备 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着领土争断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菲律宾外交部长陆蔭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林扎立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两个国防部长星期四会面并同意通过举行联合演习进一步加强安全合作 与菲律宾达成的以加以框架是日本第九个类似的机制 但在东南亚是继日本以和印尼之后的第二个 福州大臣的地区